金山区清水溪盘多了一处木造设计的景观平台 由六三社区向农业局提案新的一年是终于落成启用 虽然只有短短的50公尺 但是却紧邻着社区仰赖为生的清水溪 栩栩如生的水鸟瓦孔异象与一旁的生态相呼应 展现出社区热爱家乡的心情 金山区六三社区通过农村再生计划 为了要推广农村亮点 去年向农业局提案 希望能够在社区中相当重要的清水溪案 打造一个景观平台 新的一年到来行起向 这座景观平台终于落成启用 天气阴凉的上午 可以见到不少民众都来到平台上休闲看风景 还可以一旁稍作休息聊天相当惬意 这里长很 不然这说里长就溜到里长 里长很用心 很漂亮的 很丰富 穿这边的穿那边的穿这边的 这边的穿那边的 你会经常来这些散步吗 有啊 去那边有啊 那有啊 那这有点舒服吗 没有啊 我也比较出味 我是觉得老人来这儿运动 好像晚上来这儿坐凉 实际上不在处理 里顶也不在用心 就好像整个老人坐滑堂 我感觉是很好 全程将近50公尺的木栈道平台 可以看出充满许多融合在地生态风格的巧思 幕府手栏杆上有水鸟展翅以及助力的姿态 搭配两旁还有社区的简介 布什还有白露丝飞进 清水溪中觅食展翅飞 呈现互相呼应的意境之美 首先我要感谢农委会水保局 台北分级黄美珠小姐 农村在身就有她一手帮我推动 经过自从我101年接社区理事长 就注意培根计划 一路走来感恩在心头 尤其我们六三社区的里面 大家上下一心 潜意以赴 才有今天农村在身的通告 尤其也是要感谢我们农委级 农委级李文集长 李集园集长他非常非常支持这个项目 所以第一件农村在生计划 经过省活通过 就有今天的警官平台的路程 六三社区发展协会通过培训计划 致力于找寻社区潜力与亮点 希望在知名的老树水田景点水水田庄之后 再创新的休期亮点 除了观光休闲 也要发扬社区特色 再孕育六三社区农田生计的清水西畔 打造景观平台 展现社区民众的爱生态 以及不忘本的心情 记者大平衡金山采访报道